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护害权跟孟佳选择的是张宇的雨衣直下 两人刺心心满满觉得自己有很大的胜算 冲进金局反观张绍涵跟吕周恒的排练不是一般的drama 张绍涵明明是在跟他讨论舞台走位 他却听成了另外一种意思 他的唱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很难给观众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张碧晨泽会诠释一个全新版本的小镇女孩最后一组 霍远斌跟马颜颜选择了爱我别走 登台前还是老样子 音乐人需要抽签决定登台顺序 周深第一张哨涵第二 胡海泉第三张碧晨第四 胡映冰压咒 相信不少观众都和我一样 最期待的只有周深跟张碧晨的合作舞台表演 周深登台后还没开嗓台下就响起了 震震尖叫声该曲目的原唱是黄颜英 发布于1974年个人的第一张专辑 距今已经过去数十年了 但热度依然只增不减 被无数实力唱将翻唱过 比如说靖文高盛美林志炫等人 但周深这一次将原曲改编成了另外一个版本 从某种层面来说完全可以把它视为一曲全新的独立作品 如果不看节目光听音乐的话 很难相信这是一首翻唱作品 陈鸿宇第一个开嗓低音特别有历史的厚重感 唱功可圈可点 但观众的注意力全程都在周深艺人身上 天籁般的嗓音娓娓到来 第一句就能让屏幕前的观众起一身的鸡皮疙瘩 成功赋予了这首老歌不同的味道 尺度拿捏的恰到好处 既不显得苦 既不浮夸又不是个性 在原曲的框架内增添了自己很多擅长的东西 重点是把枯杀这首歌的利益诠释了出来 直击人心并没有将它改得面目全非 不但发现周深把很多出彩的段落都让给了陈鸿宇 自己则化身成了一名最强辅助 不然的话陈鸿宇在这场表演中可以说是毫无存在感 并不是拉彩 相较之下周深的嗓音太扎人了 每字每句咚咚咚创尽的 观众的心凤里 再加上过人的叙事力马上就能够把观众带到他的世界中 令人如痴如醉 回味无穷 就连张碧晨都感叹不已 唯一的槽点就是整个曲目表演太短了 感觉刚上听 感觉刚听上头就结束了 不少观众都沉浸在了周深唯美的歌手当中 难以自拔 从周深口中可以得知 该曲目由于太过经典 正式发行版就被翻唱过了 二十多个版本 可见这首老歌有多么的深入人心了 节目播出后 陈鸿雨的唱功遭到了众多网友的犀利吐槽 都觉得他拉低了周深的舞台呈现 其实这也不能理解 如果陈鸿雨的表现能超过周深的话 那么他就是华语乐坛中的天花板了 所以网友大可不必对其吐槽 更何况如果没有他的话 还怎么凸显出周深散发出来的魅力呢 两个人真真假假的交织当中 把原曲的情感刻画得非常浓烈 表演完后 周深一如既往的对这首歌进行了解读 还把另一首经典纯音乐回家哼唱了出来 十分讨喜 把枯杀形容成了一封家书店 给人的感觉确实像一本书 打开后有读者意想不到的温情故事 两个声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陈鸿雨更像是一个针 周深则是那条红线 用一字一句来缝合我们内心当中的创伤 治愈感极强 在胡海泉眼中 周深就像一个魔戒一样 只有周深一开口 就相当于自己戴上了魔戒 可以去到任何一个地方 丧言良语就把粉丝的心声都说了出来 不愧是华语乐坛中的老江湖 点评的相当到位 把关键点都说了出来 讽刺的是一项抓马的剑云团 轮到发表意见时 全部变成了另外一个模样 没有人敢挑这首歌的毛病 并不是他们不想吐槽 而是找不出任何槽点 纵观全场 也就周深能够凭借自己的实力 堵住剑云团的毒蛇 几乎每期节目都能带给我们不同程度上的惊喜 随着节目的热播 陈鸿雨也借着周深的光 红遍全网 让更多人认识了他 虽然和周深的合作会有一定的风险 因为无论你再优秀 唱功都不可能超过周深 但可以凭借的是一个合作舞台 能够迅速出圈 就目前的热度来看 这首哭纱将会是这周人气最高的一首单曲 截至目前收听次数以及点播率 已经成功破译 再次刷新 节目点播率 总之周深才是这一档节目最大的一个看点 时时刻刻都在散发着偶像的光芒 在他身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出圈名场面 还能够学到很多正能量 入坑不亏 值得我们一路追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在时代电影大事件 敬请关注哦 明镜与点点栏目